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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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各位介绍五行声课 介绍五行声课 很多人学八字 可是学到最有连最基本的五行声课 大家都完完全全 都不一定会知道 有的人会这样 金水旺怎样 我哪站已经水旺会怎样 可是他就是会讲 可是金木水火土无形的相生相克 就乱七八糟的 我们就来看 我们就以十天干来讲 他是不是甲乙木 过来丙丁火 过来物及土 庚辛金 任魁水 任魁水 好 那这边就刚好 木火土金水 木火土金水 其实甲乙丙丁物己登星 任魁 他就是一个连续相生的 甲乙木 木生火 火来生土 土来生金 金来生水 水来生木 他就是一个这一种相生的一个顺序 所以我们一般不会背金木水火土 这个我们一般不是这样背 我们是背木或土金水 就是甲乙丙丁物己更新任魁 甲乙木 丙丁火 物己土更新金 任魁水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在这一个五角形的一个情况下 他只要跳过当中的一格 什么跳过当中的一格 木来生火 那就会 他只要跳过木 他就会木克土 跳过当中的一格 所以说 木就来克土 木土生金 他跳过金 他就会来克水 他就会克水 水生木 他跳过木 他就会直接来克火 火生土 他跳过土 他就会来克金 金生水 但是他跳过了 他就会变成金克木 这个就是各位常常在八字书籍里面看到的五行相生相克 五行相生相克的一个状况 所以各位就是木火土金水 过来控一格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很多人往往会傻掉 每次往往只要是一到五行的流通 整个就完蛋了 就很像我们在抓用神一个状况一样 假设出现了一个木克土 木来克土 要怎么让土能够活起来呢 各位 就木来生火来生土 他原本互克的 他中间这一个所欠缺的就是他的一个通的 这也是我们在抓用神 各位可以去看看我以前的一个影片 如何抓用神 人生五破 他的一个状况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也就是说 他们这边成为一个三角关系 木生火 火生土 他缺一个他就变成复刻 所以当你看到 你就把这个写在旁边 然后你看到木克土 我要怎么让土起来 木生火来生土 你就这样 木生火来生土 土就救起来了 这样就通过去了 这个也是抓用神的一个方法 他这个也是抓用神的一个方法 所以五行的流通 各位 他是批八字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一定要练到熟 他一定要练到熟 所以当你练到熟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直觉反应 同样的 食神的相生相克 食神的相生相克 他也是一样的道理 财 他会去生官 官会去生印 印会去生笔 笔会生实 实在的生财 一样 他也是一样这一种状况 中间空一格 对不对 财生官 他直接来克他 他就是财破印 财克印 同样的 印生笔生死 中间这一个没有 他就是互克 食商生财 生官 当没有财的时候 商官就去克官 官生印 生笔 当没有印的时候 官就直接来克笔 笔生食商 食商来生财 中间没有 他就互克 所以其实 食神的互克 食神的互克 跟五行的相生相克 是一样的 五行的相生相克是一样的 所以说假设印去克食商 印克到食商了 那要什么让这个食商活起来呢 印生笔 笔来生食 印生笔 笔来生食 这样子就是一个流通 他是一个流通 这个是食神的意义 食神的流通 其实他就是等同五行 他其实跟五行的状况是一样的 五行的状况是一样 只不过是一个用五行来代替流通 一个是用食神来代替流通 一个是用食神来代替流通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 这个五角图 他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我们往往都是从这里面 因为我们批八字最基本的就是这一些东西 食神他代表的是运势 食神是运势 你要怎么知道你哪方面不好 他就是要从食神这一边 他就要从食神这一边去看 不然你怎么会知道 你的身体哪一边不好 五行 五行去看身体 五行去看身体 所以他们两个各有各的用途 我们一般在看这个人的运程 是看运势 我们在看这个人的身体 是由五行去判断的 五行深刻去判断的 所以这一个来说 虽然他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东西 但是学八字里面 这个一定是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所有批八字 不管你学哪一派 这个东西一定要非常清楚 尤其跟我学的 跟我学的话 这个东西要更清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只有用五行深刻而已 所以说一个五行深刻 你不要看他木火土金水 这么简单 可是学生往往每次一练 就要两个月以上 他才会懂 两个月 这个还是稍微有点底子的 完全没底子的 有的时候 半年的还在那边 有点迷迷糊糊的 所以说各位 五行深刻很重要 五行深刻很重要 各位你不用想说什么大自然 用大自然的联想跟你说 这个不是大自然 所谓的五行他是一个气 他是一个气 我们中国人发现的 他有这个特质 他是一个气而已 五行是一个气 所以我们叫五行气 他是有这个特质 他不是代表大自然的东西 他是五行气 各位你要全知道 所以说之前有人在那边跟我讲 金怎么会生水 什么样 他是在跟我讲大自然的道理 那个不关我的事 我教你的是命理 我们讲的叫五行气 所以他是有他的特质 但这个气看不见 摸不着 所以说他必须要用有行的东西来形容 所以才会有这些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的这一些特质 这一些东西是中国人发现的 所以说用木火土金水 像在西方他们发现的 可能就用ABCD 你看像其他的国家有地水火风 石原树 这一些都是一样 他们都是用他们所观察到的 这个气的特质 然后因为气的特质 他是无法让你摸到的 他无色无香无形体 所以他必须要怎样 用有行的东西去代替 所以才会造成说有很多的书到最后 敌天水里面讲的 甲木参天脱胎要火 这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 这个你们就会知道 雾土等于沙漠 极土等于泥土 丁火等于灯光 丙火等于太阳 他是一个类化而已 他本质他是一个气 所以你不用管说大自然会怎样 那是大自然的事 你不用管他 八字最重要的就是 木火土金水 五行的相生相克 把这一个东西摸到熟 练到熟 所以很多人在那边问 问我 可是我可以知道 他连五行生克都不熟 所以不要说看我的东西很简单 一样画糊涂 画不出来就是画不出来 先跟各位讲 学八字学了十几年 照样要重头学 照样要重头学 只是你会学比较快一点点而已 因为基础的五行生克 到底懂了没有 各位就像我刚刚这样 懂了没有 然后他里面还有很多东西 各位去看 各位去发掘 这样子来讲的话 你对八字才会更熟练 更清楚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人再见 拜拜